大家好 我是黃景恒 是一個書法愛好者 也是一個書法老師 上集說到一種很飄逸 但也看得明白 也有很多人喜歡寫的書法 就是行書 接下來說是正正經經帶你每天都看得到的楷書 楷書其實出現的時間都挺早的 其實漢朝都已經出現了 因為當時一些科技的進步 例如筆 墨 紙張 有利於書法的發展 所以在漢朝的時候很多東西出現了 但這種楷書真正去到多雲庸成熟的時候 就是去到進朝以後 東進以後 東進以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東進其實所說的就是東邊的一個王朝 當時出現了南北朝的 南邊就是有四個王朝輪流更替 北邊有五個王朝 他們的書寫的風格很不同的 而楷書這個東西在南朝就是四肆正正的 很正正格格的 到了北邊的時候 北魏因為是一個遊牧民族 其實他們都會吸取一些優良的文化 於是就學習南朝的一些先進的字 包括去學習一個楷書 但他們寫的楷書很有趣 他們的楷書是比較粗獷的 自如其人 很符合他們的性格 這種書就叫做北魏的一個真書題 也叫做北魏的卑書 因為這種他們多數在佛像的一些卑 或者一些墓碑 甚至乎在一種抄經裡看到的 這種抄經在1900年的時候 敦煌發現了很多的 震驚全世界 有機會可以跟大家再說 主要北邊的字比較紅韻 南邊的字比較柔潤一點 南邊的字比較在黑碑上 不過是很幼的 其實一拍到粗幼的對比 你就會分辨到南北的字 好了 到唐朝的時候 楷書也有成熟的階段 當時出現了很多的書法名家 亦都是大家的老師 因為很多時候小學都淋過他的貼 應該你也有淋過的 所以大家的老師是沒有說錯的 出現了包括了顏真卿 包括了余世南 包括了歐陽遜 等等的一些書法的名家 在不同的字體 唐朝的時候終於規範了 用楷書就成為了一個後世蛇蛇的字 到了宋朝的時候 因為印刷術的興起 其實印刷術是很久以前都有的 不過宋朝開始發現 活字印刷就是執字粒 亦都用楷書做一個傳播的一個途徑 用一個表現的一個途徑 所以現在你們所講見到的字 雖然沒有執字粒是用電腦 但是都是楷書來的 好了 然後這個字應該是三至八十 只要你懂字都會看得明白 就是正楷的楷書寫的香字 這個香字相信大家懂得看 不如我正正經經教大家寫一次 首先一撇 跟著一個橫 一個直 其實有一個勾的 跟著一個撇 這裡有一個縫 下面呢 記得寫一個日字 日字呢 有些人喜歡寫扁一點 有些人喜歡寫長一點 我個人是喜歡寫長一點 因為長一點 感覺那個字呢 那個形態比較好一點 最重要是寫完日字 再幫我關上一個口 這個楷書的香字都寫到了 寫得有精神一點 會漂亮一點的 好了 一連幾集的講書法的源頭就到這裡了 希望呢 因為編章比較多 希望簡略之餘 大家都能夠有一個對書法的簡單的認識 接下來會再講些什麼的題目呢 我一樣都是喜歡買關子的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我們這個專欄 以後也會和大家多多分享的 字幕視頻